意外发生后,这辆新福利巴士被拖回交通部 左边车头撞到严重变形,还露出一个大洞 车窗整块玻璃碎裂,不难想象当时的冲力有多大 幸好车上10名乘客只是受了轻伤 另外,还有一名货车司机和一名私家车司机需要送往山顶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在中午1点半,一辆新福利巴士途经西湾大桥 怀疑来不及刹车撞上前面一辆货车和一辆私家车 这个连环状令到西湾大桥交通瘫痪了一个多小时 长长的车龙一直堵到西湾的桥头 目前警方是透过短信向媒体通报突发事件 但好像这次的连环状也只是简单的写上意外地点和友人受伤 媒体根本无法在每天大量的短信中判断新闻价值 对于为何涉及巴士的严重意外也没有进一步向传媒通报 警方就有这样的回应 有议员批评警方的通报机制落后削弱市民的知情权 新闻业界一直要求知安警增加通报的透明度 例如涉及的伤者人数以及意外是否涉及校巴 旅游巴或者公共巴士等等 让传媒能及时报道意外现场情况 而警方也终于承诺会在10月推出新的通报模式 向传媒发放更多的交通意外的讯息 奥亚卫视澳门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